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是看女主不顺眼 女主担心婚后处理不好婆媳关系 看来婆媳矛盾真是古今中外永恒的难题啊 关键女主还和准婆婆住在一个单元楼 整天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难免会有磕磕碰碰 果然这天准婆婆又数落了女主一通 说女主不应该快结婚了 还和别人出去浪 说的女主很是郁闷 再回到家中 女主忽然发现自己多了一项神奇的技能 那就是听力变得特别的好 当天的晚上 当女主正等着男主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突然清晰的听到准婆婆在和男主说自己的坏话 总之就是说女主一脸淫妇相 迟早要出轨之类的 这老太太也可真够鸡毛的 没有真凭实据就家财 女主自然是很生气 好在男主说尽好话 哄得女主开开心心的 两人情到深处就开始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正在两人热火朝天的时候 男主忽然在女主的腿上摸到了一些粘液 非常的腥臭恶心 女主赶紧躲进了卫生间 一个人查看腿上的伤口 自打上次在池塘被蚊子叮了以后 这个肿包不但没有下去 现在还溃烂了 画面一转 女主约亚洲妹出来逛街聊天 女主告诉亚洲妹自己最近的身体状况很疲惫 吃不下饭 动不动就恶心想吐 亚洲妹告诉女主她可能是怀孕了 但女主觉得自己安全措施做得很好 应该是不可能 可当女主回到家还是不放心 拿出厌孕棒测了一下 自己果然中了招 但女主想不出这到底是谁的孩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女主在度假时曾经迷迷糊糊的和别人发生过一夜情 那天喝了太多的酒 细节什么的也记不太清了 这下可怎么办 万一孩子不是男主的 可怎么面对男主 想到这里 女主痛苦的躺在了浴缸里 回想着自己做的那些荒唐事 真是追悔莫及啊 过了一会儿 女主走到了客厅 突然灯亮了 一群好友还有男主都集中在客厅 大声喊着惊喜 原来大家都来庆祝女主造人成功 女主一激动 竟然从下体流出了很多 类似于珍珠奶茶里的珍珠一样的不明物体 女主猛地从浴缸里坐了起来 原来是个噩梦 但紧接着女主发现自己的床上密密麻麻地排列了好多好多的虫卵 我的个天 这可是想要密集恐惧病患者的命啊 实在是太恶心了 女主自然也是被吓得手足无措 正在这时 准婆婆忽然不请自来 看到了门口摆放的宴运棒 于是怀疑准儿媳妇出轨 劈头盖脸就大骂起了女主 吵着吵着两人就打了起来 女主这时突然从嘴里喷出了一种酸性的粘液 直接就让准婆婆领了盒饭 此时的女主已经性情大变 浑身开始脱皮溃烂 这时女主拿起了床上的那些虫卵 里面竟然是一只一只的小蚊子 画面一转 由于男主一直联系不上女主 心急如焚 于是就来到了女主家的门口 女主拒一步开门 让男主改天再来见面 并拒绝了男主马上结婚的提议 随后男主就一脸无辜的离开了 当天的晚上 亚洲妹来到了女主的家中 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 看着女主溃烂的身体 亚洲妹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谁知女主忽然上前捂住了亚洲妹的嘴 并吐出了粘液 亚洲妹也领了盒饭 画面一转 毫发妹忽然约男主见面 还把女主在哥斯达里家的一段不雅视频交给了男主 并告诉男主女主曾经和别人一夜情的事 男主看后怒火中烧 伤心不已 接着豪放妹告诉男主 她已经爱了男主很久了 两人一时意乱情迷 在车里干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真是防火防盗防闺蜜啊 不过两人的动静都被楼上的女主给听到了 女主生气的在屋里发出了一声尖叫 把车里的两人直接就给吓尿了 画面一转 豪放妹来到女主的家中了解情况 一进门就看到了屋子里恐怖恶心的场景 这时女主打晕了豪放妹 并把豪放妹用粘液覆盖不得动弹 女主一声不说 而是打开电脑上的一段视频 原来女主在哥斯达里家的一夜情 都是豪放妹下的套 是她在女主的酒里下的迷药 这时男主闻讯赶到了女主的家中 几天不见这里完全变成了蚊子窝 男主正要救豪放妹出去时 女主出现了 直接就让豪放妹领了盒饭 此时的女主已经变得六亲不认 完全变成了一只恐怖的大蚊子 但女主并没有着急对男主下手 而是强行把男主给那个啥了 完事后 男主趁女主不注意 拿起棍子攻击女主 经过一番交战后 女主最终被杀死 但男主此刻也身受重伤 随后男主的身体也开始变异 忽然肚子爆裂 从里面背出了无数的蚊子 影片的最后 在一个清晨 两个女孩在跑步 突然黑衣女感觉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用手一拍 一只特大号的蚊子就被拍成了肉饼 这也为变文人的续集埋下了伏笔 当然最后涛哥也想吐槽一下 别人被咬都是变什么侠 这部电影里变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好了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